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妹妹若想安康平顺 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我听说 这贤妃常费尽心思把陛下往永宁殿引呢 这皇后也推着拉着陛下往永宁殿去 莫非是 眼红我们小殿下受恩宠 也想暗中怀上龙肿呢 老 这茗玉啊 向来就是浩强 总是要跟我争个高下 可是皇后姐姐 还有偏偏那么偏心 您有陛下的恩宠 怕他们做什么 我不想跟她争什么 娘娘 贤妃的本事我可是知道的 请问一下 哪个碳炉可以借用一下呀 没看见正忙着呢吗 你们永宁殿自己烧个碳炉不就行了吗 真忙 永宁麻烦您帮忙 就想借个碳炉而已 哪个碳炉都行 你自己看着办吧 是 你怎么戳在这儿啊 你 就是看不得有人哪 承虚而入 趁着我们贵妃临产 惠儿 我好心奉劝您一句 话可不要乱说 你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说清楚 好啊 你盗着我的砂锅 蓁儿姑娘 怎么也不说一声 就把砂锅端下来呢 我刚刚明明问过你啊 是你说哪个探路都行 让我自己看着办的 你哪有问过我 我可什么也没听见 你 林哲 你知道这里面炖的是什么吗 是给我们贵妃进补的 八针乳鸽 御医特为关照 说这个东西不能离了火 离了火药效就散了 不过就是只鸽子嘛 又不是只凤鸽 大不了 赔给你嘛 目录贵妃进补 你赔得起吗 这才耽误了多久啊 又能着这么着急吗 又不是救命先丹 你 林哲 你竟敢诅咒贵妃 妹妹这是怎么了 我是担忧五皇子啊 这都几日了 他一直滴烧不退 吃下肚的又都吐了出来 这么小的一个身子 可怎么受得了啊 燕王妃 淑妃 贵妃 刚才我去御膳房 碰见了林真儿 她动了您的药膳 还诅咒了您 什么 神儿当着你的面 当干诅咒我 妹妹 你也别光顾着伤心 得拿出些决断来才行 算了 她是我亲妹妹 就当我欠她的吧 贵妃 刚才听您说 觉得这五殿下的病情 好像确实不一般啊 玉盈 燕王妃 您这话怎么讲 罢了罢了 不过是一些流言和推断 也未必能联系到一起去 哼 都是些见嘴薄舌的 说这些话也不怕下地狱 要是谁 慧儿 跟我走 临政 你跟我出来 临政 鬼 是你 把祖宗五皇子的话 四处传播 你安得什么心 什么祖宗五皇子的话 贵妃在说什么 临政 你还不承认是不是 那我现在就去你房里搜一搜 看看还有什么脏东西 是你 是你在挑拨离间 真当我们有灵殿好欺负吗 我今天跟你拼了 放手 放手 住手 蓁儿 都给我住手 吵吵闹闹的 成何体统 到底怎么回事 是林蓁儿 这个立嘴的丫头挑事在先 贵妃进来 一句话没有说 就打了我一巴掌 说蓁儿嫌挑事的 蓁儿不服 姐姐 蓁儿犯了什么错 你要打她 她做了什么 你的心里不明白 这一句话 你肯定是谁 的 vagy 一句话 我这么说 走 你 对 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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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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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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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将你查出 伍皇子的病症就好了 陛下 你不觉得此话荒谬吗 朕只问你 认不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处可是久不见新仙人来了 可仔细点看着 这路都年久失修了 不稳得很 你们这个月的补给 你一会儿老奴派人给你们送过去 这也太不公平了 陛下也太狠心了 好了 有不及就不错了 省得我们自己种菜砍柴了 明月 明月 珍儿 打扫起来吧 珍儿 打扫起来吧 打扫起来吧 天啊 你 好 好 蓁儿 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天 好像比宫里高一些 太好了 一切都结束了 再也不用衡量这个衡量那个 反而觉得轻松自在了好多 好了 你 你怎么来了 我还以为 你以为什么 以为我被陛下抛弃 会哭个三天三夜 这儿 这儿 你怎么来了 你是疯了还是傻了 这是什么地方 你要跟着来 跟我出去 父皇又没定你的罪 你不用待在这儿 我养你 殿下 你是专程来找我的 不然哪 我来这破地方看风景啊 快快 跟我回去 谢谢你啊 毕竟在这个时候 能真正关心我们的人不多了 我不关心你们 我就关心你